中天調查報告 體檢台灣 我們連續兩週帶您關心到 南台灣震災之後 所振起的憂患意識 似乎人人自圍 誰都不知道腳下的土地 哪一天會帶給我們 重重的傷害 先問了自己一個 基本的問題 你知道腳下的斷層 有多少嗎 其實本來是 但是不要說你我 就連地質專家也不太肯定 因為台灣有太多的未知盲斷層 除了已知33條活動斷層之外 有專家預估 已知的 未知的 加起來 斷層恐怕會上看到60條 我們走到了花蓮 來看米輪斷層 它是33條中 第一類的危險分子 每年斷層會上升 大約有一公分 然而現在正上方 卻蓋了一座新橋 這不是很危險嗎 官方有沒有因應的措施 我們來看記者 許瑞婷 林憶欽的調查報導 來看 新年節目有原始 來 有吃有喝 遊客如知 河遠跳海天一色 或聽滾滾浪桃 因為這裡就是花蓮的著名景點 海的顏色 假準顏色 好漂亮 太別玩玩 想到花蓮高人氣觀光聖地 七星潭風景區 兩年前可沒那麼容易 它是比較窄的 大概六坪左右 而且它是一個集腕 所以當初常常在這裡 發生一些事故 為了疏解交通 發展觀光 縣府赤資三億多 打造全新的七星潭大橋 這座橋是近兩年前蓋好的 而您可以看到我背後的這些樹叢 通通都是米輪斷層的斷層崖 也就是說這座橋就蓋在斷層的正上方 這邊最讓我們擔心的就是 斷層崖的地方就是會破 會裂 所以有東西在上面的 只要不夠強的就會被撕開 那妳也可以看到這邊的房子 然後這個新蓋的一個橋 通往從這個比較高的 美輪裁地衝到這邊的這個橋 都是跨越斷層 不知道 所以如果剛才在路上突然地震的話 它就可能掉下去 有點危險 我們在整個大橋的設計 它的這個製程的部分 我們有採用一種 雙向活動的製程 如果說它有一個高層 高低差產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它那個支撐 去把它調回來 那支撐它就是預留 大概20公分左右的一個 一個變形量 工程不是看妳最強的地方在哪裡 而是看妳最弱的地方在哪裡 東西就是會從那邊破 專家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米輪斷層北起七星潭 南到花蓮市 是全台33條活動斷層之一 何時會引發地震 不知道 所謂活動斷層 是指過去10萬年內曾動過 未來可能再活動的斷層 三大類別中 1萬年內曾動過的第一類斷層 堪稱最危險 第二類還好 而米輪斷層正是屬於第一類 最近一次活動 在民國40年 引發規模7.3的大地震 當時造成85人死亡 1200多人受傷 經歷過的沒人忘得了 學校地震的時候出來用爬 因為相當的強烈 米輪斷層真的還在動嗎 地質專家帶著我們到海邊找證據 背後這邊是所謂的米輪台地 你會看到這邊的山市 米輪台地的山市 往那邊一直降一直降 米輪台地最高48公尺 它的隆起就是米輪斷層 有在活動的第一證據 那原先被帶到水裡面的時候 它應該是平的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 它是一層一層斜斜的 那這些石頭 它不會自己變成斜斜的 它一定是受到外力作用 大地的擠壓力量有多大呢 看這顆石英石就知道 這顆石英石硬度為期 它比刀子還要硬 但是卻被擠壓的內部破裂 那你還可以注意到 這個石頭它是有裂開的 這樣很直的一條線裂開 很直的一條線裂開 美輪台地有台深的第二個證據 就在為背後的珊瑚礁 這顆珊瑚礁目前的年代 是大約2000多年 而距離海平面的高度 已經是大約20公尺 2000年大概台了20公尺 大概算一下 就是平均每年要動一公分 但是平常我們事實上 看不太到這個垂直的運動 美輪台地每年應該長高一公分 近五年來卻近悄悄 代表美輪斷層該動卻沒動 看在專家眼中實在太恐怖 因為能量或許正在累積中 就怕一次爆發 電影客效誇大卻足以為戒 因為像米輪一樣的活動斷層 學者認為全台不只地調 所公布的33條 我公布的這31條活斷層以外 事實上還有很多斷層 我們是不知道的 至少我看我60條跑不掉了 學者跟直指 台灣至少有10條活動斷層 不僅很久沒運動 又貫穿人口密集區 好比山腳斷層 從新莊泰山一路向北到達金山 威脅大台北900多萬人口 不管哪一條儀位 電影災情恐非為人聳聽